每年10月初,諾貝爾委員會都會公布本年度的得獎者名單 而頒獎儀式會在12月10日舉行 每一年的得獎者名單都會受到各方關注 亦都可能會出現一些爭議 而創立諾貝爾獎的瑞典法名家諾貝爾本人 沈平亦都會出現一些爭議 沒錯,阿爾佛雷德諾貝爾生前立下遺囑 死後將他財產的94%捐出來成立諾貝爾獎 他的財富是來自他發明的火藥炸藥 其實他和軍火炸藥的淵源是來自他的父親 他父親是瑞典法名家兼工程師 他在19世紀中第一桶金在俄羅斯找到 當時他替沙俄帝國提供魚雷軍火 甚至得到沙皇的頒發獎章去表揚他的貢獻 阿爾佛雷德兄弟幾個其實都繼承了爸爸的事業 但他的弟弟在1864年在炸藥意外爆炸中死亡 就促使諾貝爾開始專心研發一種更加安全可靠穩定的炸藥 結果成功了 然後他將這種炸藥在英國和美國註冊 之後他還不斷地改良炸藥的成分 令他更加穩定更加安全更加可靠 他發明的硝酸金油炸藥在當時的採礦和交通建設方面很有用 譬如說你要開山炸石、掘隧道 他的炸藥最好用 所以因為這樣 若受到軍方的關注 因為當時十九世紀中期的時候 歐洲各國戰亂不斷 他的炸藥很厲害、好用又安全 自然成為了戰爭交戰各方的搶手貨 所以有人指責他發戰爭財 有人說諾貝爾創立這個諾貝爾獎 其實是良心發言想贖罪 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你看諾貝爾生平時跡或傳記的話 都會看到一則故事 就是1888年他的哥哥在法國南部康城逝世 當時的法國報紙就擺烏龍 搞錯了以為是阿爾法雷德弟弟逝世 於是在庫文那裡的標題就說 死亡傷人之死 阿爾法雷德看了報紙之後就很震驚 原來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話 後人會這樣看他 會看他成為一個雙手之滿鮮血的傷人 於是就促使他設立諾貝爾獎 希望可以推動和平、造福人類 這個故事聽起來就好聽了 但有些學者專家就質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他們就認為其實是後人道贊出來的 而負責管理諾貝爾獎的諾貝爾委員會 他們的官方網站上都沒有提到庫文的故事 不過有些專家就分析認為 可能諾貝爾設立這個獎 是受到他的紅顏知己 馮蘇特納女士的啟發 因為馮蘇特納女士 他一生人都自力推動和平 他自己本人甚至在1905年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而在1945年當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之後 諾欣斯坦就提到科學家和他們的發明 需不需要負責 他當時就提到諾貝爾 他說諾貝爾當年可能就因為良心發現 因為他發明了這個炸藥 良心發現所以就設立這個諾貝爾獎 到底這個諾欣斯坦對諾貝爾動機的猜測 是不是真的呢 看怕只有諾貝爾自己才知道 諾貝爾遺族裏要求設立五個獎 其中三個和科學有關 包括物理學、化學和生理或醫學獎 沈欣你訪問過兩個化學獎得主 他們的成功秘訣是什麼 沒錯,十年前採訪了1997年的化學獎得主 玉克教授和2009年的化學獎得主 拉馬克利希南博士 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我發現 他們都不在乎這個獎項 他們就不約而同地跟我說 作為科學家 如果你研究科學的目的 是為了獲得諾貝爾獎 你這一輩子都不會成功 同時這一輩子都不會獲得物理學獎 或者是化學獎 或者任何的諾貝爾獎 我在2012年在劍橋大學採訪了一個教授 他當時就是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主任 這個實驗室前後出過大概20位諾貝爾獎得主 他自己是1997年化學獎得主 而他當時是正教授 在1999年已經被封為著士 但是他當時在實驗室的官方網站上面 他的名字只是很簡單地說 John Walker、約翰·毅克 其實他的正式名字應該是 Professor Sir John Walker 即是約翰·毅克教授著事 很明顯他根本不在乎這些名分的事情 而他的個人簡歷那裡 只在1997年那裡順便提一提 他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而另外2009年化學獎得主 拉麥克尼希南更誇張 在他的劍橋大學實驗室的官方網站 甚至沒有提到他獲得諾貝爾獎 我坐訪他的時候我就問他 為何你提也沒有提 他就說太忙了 一直忙著做實驗 沒有空去更新他的CV 但當時已經是他獲得獎三年之後 他也沒有空 直到最近我再查他的網站 才發現他終於在2009年那裡 很簡單地說他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真正有名望或者有聲譽的人 都不會在乎這些聲譽 沒錯,就像我們的平凡人來說 如果獲得諾貝爾獎 就一定要開香檳慶祝周圍 拿什麼獎都會 是的,但是他們基本上 就好像都不在乎這件事 我在當年採訪佑克教授 我就問他 如何看你獲得獎 他就很謙虛地說 諾貝爾頒獎給他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說要追求他獲得獎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說很多其他科學家 其實做得比他更加出色 但都沒有獲得獎 不過他就承認獲得獎之後 就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對於他之後再申請科研經費方面 就有好處 因為基本上都會批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獲得諾貝爾獎其實是有助於他的科研 他日後的資金 另外我還採訪了2009年法學獎得主 拉馬克利希南 他的兩個博士校研究生 一個是中國人 一個是馬來西亞華人 他們都親切地直接叫他們的導師 叫做Vanki 即是他的名字 他們就說 回憶當初2009年 在Vanki獲得了法學獎之後 第二天就如常地回去實驗室上班 在洗事館做實驗的那些使館 而且也沒有開香檳慶祝 除了對科研專心研究 我採訪他們的時候還體會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兩個都對於這個學生非常之友善 而且非常之平易近日 一些都沒有因為自己的地位而擺款 譬如說這個拉馬克利希南 他就跟我說他的名字太長了 他就叫我直接叫他Vanki 而余克教授 我當時就跟他的秘書約了在1530這個時間去採訪他 24小時1530的意思就是下午3時半 但當時我就不知自己為何 猛性性理解成530下午5時半 於是4時我還在圖書館做準備的時候 他的秘書就電郵給我 他說余克教授在等著你 你在哪裏呢 接著我才意識到 哎呀死了 原來我搞錯時間 於是立刻跳上單車趕去實驗室 去到的時候 最近下午4時半 足足遲了一小時 當時我就非常之內疚非常之抱歉 我就說真是不好意思教授教授 接著他就很慈場地笑嘻嘻嘻嘻嘻嘻看著我 他說不用擔心 沒事的 搞錯時間很正常的 反而搞得我非常之感動 諾貝爾的三個科學獎 加上和平獎和文學獎還有後來的經濟學獎 大部分都在瑞典頒發 只有和平獎就在挪威頒發 究竟為何會這樣 負責挑選和頒發和平獎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 他自己都承認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為何諾貝爾當初在納維族的時候 就指定要由挪威頒發這個獎項 同時也更加不知道 作為化學家和發明家的諾貝爾 為何會設立和平獎 不過我之前都提到 很多人就認為諾貝爾設立和平獎 很可能是受到他當時的紅顏知己 諾蘇特納女士的啟發 因為諾蘇特納女士一生人都自力推動和平 至於你說為何是在挪威而不是在瑞典 根據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猜測 可能因為當時瑞典比挪威更加軍事化 所以挪威可能更加適合頒發這個諾貝爾像 因為諾貝爾在生的時候 挪威和瑞典是同盟 兩個國家是由同一個國王來統治 以及推行的是共同的外交政策 所以挪威可能被諾貝爾視為更加適合挑選 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獎的三個科學獎項 通常都沒有大爭議 但是和平獎的人選 經常都會有爭議 是的 幾個科學獎的評選基本上不涉及政治 但是和平獎每年的評選 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政治局勢的影響 回顧過去一百多年的和平獎得住 大部分都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大家都心服口服 譬如說德蘭修女 或者是美國的黑人民權領袖 馬丁盧德金 但是也有一些和平獎得獎者 引起很大的爭議 譬如說1973年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獲得和平獎 當時就說表彰他參與這個月戰停火談判 但是當時就有這個批評者認為 他雙手其實沾滿了鮮血 因為他更加積極推動在美軍轟炸越南和輪廓 當時的紐約時報的標題就諷刺地稱之為 諾貝爾戰爭獎而不是和平獎 而近年來最大的爭議就是都和美國有關 就是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當時他上任只是一年左右 對世界局勢基本上還未造成任何影響 而且當時美軍還在伊勒克和阿富汗打仗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甚至奧巴馬他自己幾年之後 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都很幽默地說 其實我自己到現在都不知道 當初為什麼會獲獎 最近一次爭議就在2019年 當時和平獎就頒發了 被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 就表彰他推動埃塞俄比亞和輪國埃納特里亞 結束長達20年的衝突 但誰不知一年之後 即2020年 埃塞俄比亞軍隊進攻該國不報的提格雷地區 外界就批評阿比在提格雷地區 犯下很多侵犯人權的罪行 而中國政府也有兩次批評諾貝爾和平獎的決定 第一次是1989年 當時和平獎就頒發給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很多人就分析當時 其實諾貝爾委員會為了回應 北京在當年的6月份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 另一次就是2010年 當時的諾貝爾獎和平獎就頒發給在獄中服刑的中國民主人士劉曉波 引起了北京和挪威的一場外交鋒波 雖然諾貝爾獎每年都頒發 而且很多時都是三個得獎者共同去分享這個獎項 但是據我們所知歷史上很多時都有 很多我們大家都知道實至名歸的人最終取不到獎 沒錯,最出名的是印度聖紅甘地 他一生人一共至少被提名了五次諾貝爾和平獎 最後那次就是1948年1月份在他預食身亡之前幾天 但是由於諾貝爾獎規定不可以將這個獎頒給死了的人 所以甘地一生人都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甚至諾貝爾委員會後來自己都承認 他們沒有頒獎給甘地是他們歷史上最大的遺憾 另外例如英國的物理學家霍金教授 基本上全世界沒有人認識他了 但他一生人都沒有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而愛因斯坦即使是他那麼出名 但他獲得諾貝爾獎也不是因為他提出的相對論 而是另外一個理論 其實諾貝爾委員會每年就收到幾千份提名 有資格提名候選人的包括科學家、大學教授、學者 以及之前的諾貝爾獎得主等等 根據規定這些獲提名的人 他們的名單是要保密 只有在提名50年之後才可以公佈 所以如果有媒體披露候選人名單的話 要不就是道聽途說暴風捉影 要不就是提名人自己故意放風放給這個媒體 諾貝爾委員會他們就說 獲得提名並不代表得到諾貝爾委員會的認可 另外他們還提到一件事 就是如果一個機構獲得諾貝爾獎 就並不代表在那個機構工作的人員獲獎 譬如說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 就給了聯合國屬下的世界糧食計劃處 就不可以說在那個機構工作的員工 就自稱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今年諾貝爾獎國獎項的得主都沒有太大爭議 而頒獎儀式會在12月10日舉行 和平獎會在挪威首都奧斯陸頒發 而其餘的獎項會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頒發